各位曲博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曲博 大家知道NVIDIA主要的产品 图形处理器GPU 他除了做图形相关的运算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拿来做 资料中心的人工智慧大数据相关的运算 最近NVIDIA公布了他们的图形处理器GPU 配合intel的处理器 或者是ON架构的处理器 进行人工智慧运算之后的测试报告 到底NVIDIA的GPU配合不同形态的处理器 测试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话题 那么在开始介绍之前 我们跟大家宣布一个大消息 NVIDIA即将在今年的11月8号到11月11号 举办年度的全球线上GTC大会 也就是GPU的Technology Conference 这一次的活动呢 主要的内容放在深度学习 资料科学 高效能的运算 机器人 资料中心 还有网络跟绘图这些领域 各位知道NVIDIA的GTC大会 每年都是汇集了全球各地的精英 一起来参加的盛会 这一次的活动到底会跟大家讲解哪些内容呢 接下来我们就先导读一下NVIDIA2021GTC大会的网站 来看一看到底网站有哪些精彩的活动能够来参加 首先呢 我们进到GTC的网站首页 他就提到了这一场活动呢 是一个人工智慧创新者 技术人员与创意人士的科技盛会 左边呢 这个绿色的按键按下去就可以立刻报名 这个活动呢是一场与产业精英一同探索开创性的技术发现 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创新者 研究人员意见领袖跟决策者 那主要啊就是针对我们刚刚说的人工智慧 电脑绘图 资料科学这些技术 这一场盛会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NVIDIA执行长 继创办人黄仁勋先生鼓舞人心的主题演讲 以及呢全球知名人士的各种演讲跟讲座 GTC的主题演讲就由创办人继知心长黄仁勋先生 来跟大家分享 公司是如何推动全球技术的快速发展 并且呢介绍能够帮助解决全球最严峻挑战的新产品 这一场活动呢是在台湾的时间11月9号的下午4点主题演讲直播 重播的时间呢会在台湾时间的凌晨0点上线 而且啊他不需要报名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来观看这一场精彩的演讲 那么除此之外啊 活动也有很多意见领袖的技术见解跟分享 这里面呢包含了大学的教授 实验室的负责人 当然还有不同的客户的总监 技术长 更重要的是也有NVIDIA的主管来参加 那么接下来呢各位点选右上角的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进到这个网站其他的内容 其中啊这个演讲目录 点进去之后呢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这边呢就是列出了这一场活动所有的演讲题目 这里面呢可以依照分类来做选择 例如说呢各位依照产业分类可以做选择选出你有兴趣的题目 当然呢你也可以依照主题来做选择 各位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主题在这边 再来呢大家可以利用不同的种类来选择 再来呢你也可以依照你的程度来选择 譬如说呢你是一个初学者或是中阶或者甚至是高阶的技术人员 或者呢你只是想要了解生意相关的讯息 最后呢你也可以依照语言来做选择 这一次的活动呢有五场是来自于台湾的演讲者主讲 另外呢有两场是以中文进行的DLI实作训练 接下来呢各位点选实作训练就会跳到这个画面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啊大会提供了实作坊跟训练课程 主要呢就是由大家来参与 由讲师主持的实作训练课程 这一次啊主要是由NVIDIA的深度学习机构DLI 举办了这一种人工智慧 加速运算跟加速资料科学的实作训练课程 他主要呢是协助开发人员资料科学家 以及呢其他专家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而且啊这个实作坊是由各个领域的专家来教授 可以提供先进的技术跟知识 完成全天的实作坊之后呢 还可以取得NVIDIA DLI的认证证书 来证明啊参与者具有这个主题的技术能力 这个当然对大家的职业发展呢非常有帮助 各位在完成GTC大会通行证报名之后 就可以免费参加两个小时的实作课程 另外呢可以报名由专家教授主讲的全天实作课程 那么这是一个付费课程 虽然要付费 但是呢它的内容绝对是物操所值 各位啊可以学到非常多有用的知识 经由刚刚的介绍 相信大家都大概知道这一次的NVIDIA GTC大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赶快按下你的滑鼠报名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NVIDIA的图形处理器GPU 配合Intel的处理器或者是AOM架构的处理器 在效能上到底有哪些不同 所以呢今天的题目就是NVIDIA配合X86 AOM架构都是好选择 伺服器上的人工智慧推论测试结果 根据啊最新的Machine Learning Performance基准测试结果呢 证明啊NVIDIA的图形处理器GPU 不管是配合X86或者是AOM架构的中央处理器CPU 来进行人工智慧的推论方面呢 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呢先简单复习一下 人工智慧的训练学习还有推论预测的过程 首先啊我们的大脑在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是分两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训练 Training或者学习 Learning 第二个阶段呢是推论 Inference跟预测 Prediction 第一个阶段呢总共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啊就是获取数据 人类的大脑啊要先从眼耳鼻舌皮肤 收集大量的数据才能进行分析跟处理 同样的道理 人工智慧也必须先收集大量的数据 来进行训练 进到第二个阶段呢才是分析数据 人类的大脑呢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会找出可能的规则 譬如说下雨天之后某个温度湿度会出现彩虹 而且彩虹会出现在太阳相反的方向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规则 找出这个规则之后呢就进入了第三个步骤 建立模型 人类的大脑找出可能的规则后 会利用这个规则来建立所谓的模型 事实上呢我们刚刚讲的规则就是模型 譬如说呢下雨之后某个温度湿度跟太阳相反的方向会出现彩虹 这个就是规则也就是模型 接下来呢有了这样的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来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推论跟预测 那么利用这个模型呢可以预测未来 主要呢将新收集到的数据输入模型 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 譬如说呢只要今天出门下雨了 温度跟湿度达到我们的标准 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预测 在太阳相反的方向会看到彩虹 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个阶段 训练学习跟推论预测 不但是大脑思考的过程 同时也是我们人工智慧在运算的时候进行的过程 这一次的测试结果呢 主要就是针对人工智慧在推论方面的结果 那么推论呢指的就是Inference 这个呢是NVIDIA连续三度啊 在Machine Learning Commons的推论测试中 创下运算效能跟能源效率的记录 这个也是资料中心类别呢 首次在Aunt架构系统上进行测试 过去啊大部分的资料中心呢 都是使用Intel的CPU来配合 那么这一次呢 他们使用了Aunt架构也进行测试 这就意味着客户未来呢 可以选择Intel的处理器 也可以选择Aunt架构的伺服器 这个Machine Learning Performance的推论基准呢 测试主要都是基于电脑视觉啦 医疗影像 自然语言处理 推荐系统强化学习这些演算法 这些呢 都是目前最热门的人工智慧运算内容 测试结果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客户呢 可以依照测试的结果来判断 哪个系统的运算效能 或者是能源效率比较好 这个呢 可以作为采购的参考 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啊 客户是使用Intel的处理器 来连接随机存取记忆体 DDR跟图形处理器 各位会发现了所有的连线啊 都连到中央处理器 最后呢 这个中央处理器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瓶颈 在实际上呢 它的记忆体到图形处理器 也就是Memory to GPU的频宽 或者资料传输率 大概是每秒钟 64个GIGABY 但是呢 改用了 ON架构的处理器 主要呢 是由NVIDIA推出来的处理器 称为GRACE 那么这个处理器呢 串接起来的架构呢 变成这个图 各位会发现 利用GRACE 连接随机存取记忆体 DDR跟图形处理器 GPU 它的通道效能呢 大幅的提升 从记忆体到图形处理器 Memory to GPU 它的频宽跟资料传输率 可以提升30倍 来到每秒钟有2000个GIGABY 所以很明显呢 在不同的架构下 事实上呢 使用GRACE 可以大幅的提升 它的资料传输率 所以啊 全球各地的资料中心呢 采用ON架构系统的比例 就会越来越高 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能源效率 跟效能方面的提升 还有就是不断扩大的 软体生态系 大家要记得 在人工智慧的运算里面呢 必须要有各种不同的厂商 提供各种硬体 软体 还有开发工具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生态系 ON架构的处理器呢 在生态系方面呢 目前也是不断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厂商 参与这个ON架构的 相关资源跟开发 再来呢 这边有一个测试的结果 各位会发现呢 在不同的人工智慧 演算法的运算下 大部分的状况呢 使用INTEL的X86伺服器 浅绿色 使用ON架构的伺服器 是深绿色 各位会发现呢 它的运算效能呢 其实都大同小异 在扫部分特殊的演算法 譬如说使用3D UNET 这一种人工智慧演算法 它使用ON架构的伺服器 反而效能还稍微有超过 INTEL架构的伺服器 所以最新的测试结果 证明这个图形处理器 GPU加速平台 如果采用ON架构的伺服器 在人工智慧推论作业的方面呢 与INTELX86架构的伺服器 几乎有相同的效能表现 其中一项测试里面 ON架构的伺服器呢 表现甚至优于类似X86架构的系统 最后我们简单做一个结论 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慧的伺服器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 其实是图形处理器 GPU 但是呢 资料的传送 在随机存取记忆体跟GPU之间呢 还是要靠一个中央处理器来协助 那这个中央处理器呢 早期都是使用INTEL架构的处理器 最近呢 因为开始有厂商 包含NVIDIA在内都推出这一种 ON架构的处理器 因此呢 这一次的测试啊 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 不管使用哪一种处理器 来配合图形处理器 进行人工智慧方面的演算 基本上呢 效能都非常的好 所以呢 选择哪一个处理器 其实都是好的选择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各位啊 对于这个人工智慧的运算 还有图形处理器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